全中印現在在榆林縣 下個禮拜要開幕 16號17號要開幕 會前賽我們的划船拿了九面金牌 我們黃定和議員領導之下的金品 拿了十面金牌 我們都還沒有出發說拿十九面 你看那種關係不把它拿回來 所以真的是 感謝我們各單項的主委 各單項委員會 對我們的培訓 真的成績都跑出來 我們在四年前 我們把划船 就是選對人 拜託黃定的議員 這樣成績都出來 我們給他一個掌聲 謝謝黃定元 謝謝大家 這一次全中印的運動比賽 全國性的 那清廷表現得非常的亮意 在102年是三面金牌 107年是兩面金牌 那今年114年 在開幕之前 我們宜蘭縣的清廷比賽 全國的就拿到十面的金牌 非常的不簡單不容易 因為選手平常 在龍潭湖以及宜蘭河的訓練 都是每一天都在訓練 教練啊選手 大家齊心齊育的 因為水上活動是宜蘭縣的一個強項 那宜蘭縣政府對於資源方面 也保住很多 那教練選手都感恩在心 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來把成績做好做滿 讓宜蘭縣對於水上的一個活動 更加有信心 我是清廷的主委 那除了教練努力用心加強訓練之外 我平常對於他們船不夠 或是設備不夠 我會拜託新政府來加把勁把它補齊 那另外在龍潭湖那邊訓練的時候 我有時候他們很累 夏雨天還在練習 那冬天很冷還在練習 我都會買一些茶葉蛋 或是熱飲品給他們吃 讓他們軟軟心 也幫他們鼓勵鼓勵 那就是因為這樣的互動跟關心 讓選手都能夠感謝到 主委以及縣政府教練 對大家的一個期待 所以說都非常的用心 我很高興 清廷過去比較客難 因為船的比賽量 船不夠 人多 所以說比賽完以後 還要再拉回來 這樣子很麻煩 然後看到這種現象 我就趕快的去佈局 跟縣政府反應 然後他就多了幾條船 還有我用議員的經濟經費 來幫他幫忙 所以說現在都很順暢了 大家都有個人的船 他習慣你他的船的時候比賽 用自己的船更加容易 發揮他的功能跟效應 這是在線內的比賽 在線內的比賽 我們絕對是沒有對手 你們現在也只有清廷他們 獨一無二 那在全國比賽的話 要跟所有的學校比賽 那所有的學校比賽 每一個人他們都有每一個場地 那訓練也都在訓練 但是我們能夠脫穎而出 有我們的地理環境 因為龍潭湖那個地方 是非常的廣闊廓 選手們可以在那邊 充製也好 各方面的配合搭配 聯繫也好 進氣也好 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還有宜蘭河也是一樣 宜蘭河本來水域會比較低 因為現在中央把它整治好了之後 滑起來非常的順暢 那選手大家都非常的滿意